随着近几年内娱发展的越来越好 现在大火的艺人不同于之前的明星改国籍移民 反而会更加坚定自己的爱国立场 比如前一阵子本是美国国籍的陈飞宇 为了事业发展改回中国籍 但反观很多香港艺人还是觉得海外好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那些一句异国的艺人生活怎么样吧 第一位何首信 外号阿B的何首信是香港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思宜 有金牌思宜的美誉另有花王的绰号 何首信又年时到过山东、上海、南京、广州、海南等地 1948年秋回香港定居 1972年加盟无线电视台欢乐经销节目 成为最受欢迎节目主持人 1987年香港电视有限公司举办全港第一届全能思宜选拔大赛 他被选为金牌思宜 曾与汪明泉双双坠入爱河 先与陈丽丝在一起 1985年发生震撼香港的S先生事件后辞职 随后移民加拿大 何首信在岁月的流淌中和陈丽丝恩爱如初 或许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 再红的明星也会回归生活 迎来接地气的时候 经历一生的大起大落 这段事迹情感纠葛最终完美落幕 第二位冯宝宝 67岁香港旅行冯宝宝这些年已经淡出娱乐圈 偶尔会在电影中客串一下 更多的时候都是享受私人生活 但在早几年前就已经移居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虽然冯宝宝的事业很成功 如今的生活很惬意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原来冯宝宝的人生也经历了跌宕起伏 两度离婚 且饱受过情绪病的困扰 好在他为人乐观向上 将这些经历变成了自己的历练 如今的他更是将生死看得很开 近期他出席马来西亚当地的个人分享会 罕有的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低潮期 更自曝在不久前曾在泰国遭遇车祸 把鼻梁转歪了 不过在当地他并没有公开这件事情 之后还若无其事地参加了第三届 马来西亚金环奖电影活动 给人的感觉是如今的冯宝宝已经很超然 虽然这些年已经减少了工作量曝光率 不过冯宝宝并没有退出 在适当的时候他还是会工作 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他身体健康 早日摆脱情绪病的困扰 第三位欧家慧 欧家慧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 就因为各种原因淡出香港演艺界 但是他曾经在荧幕上留下的经典作品 还是很值得大家回味 早年间欧家慧的老公何首信 在主持节目时和王明泉经常合作 可能时间久了 两人就暗身情愫 欧家慧怒火中烧 去片场找到王明泉 对其大打出手 现场两人好一顿撕打 互扯头发 闹得非常难看 何首信与欧家慧离婚的传闻顿时满天飞 王明泉成了前夫所指的小三 两个女人的争斗 抓住最终决定权的还是中间那个男人 不久何首信和王明泉 共赴英国录制节目回来后 性格刚烈的欧家慧立即宣布离婚 受尽情商的他渐渐退出影坛 怨赴美国定居 彻底脱离公众的视线 至今已40多年 赴美后另嫁他人 调案丈夫对他宠爱一生 2020年底欧家慧在美国逝世 在丈夫温暖的怀抱里安详地离开 向年82岁 第四位杨婉怡 杨婉怡在1995年的时候就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并且凭借自己出众的实力和表现拿下冠军 大家都觉得他的发展会很好 出道之后他也是火速纤维TVB 拍摄了不少知名作品 比如风神榜真情等 但始终却没能打到大火 2003年他选择嫁给香港富豪逐渐淡出演艺圈 本想和老公一起在商界传出一番事业 结果赔得血本无归还欠了很多债 无奈之下 杨婉怡只好带着一对儿女离开了香港 去美国开启新的生活 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没有房产的他们只能靠租房子过活 为了挣钱杨婉怡选择去做全职家教 她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的日常 虽然现在的日子和以前相比差了很多 但从杨婉怡的神情上看还是很快乐的 第五位林子博 林子博之前算是香港小有名气的一位主持人 她再次受到外界关注 还是因为妻子患上了恶性疾病需要外界捐款 当时她称自己给妻子治病已经耗尽家财 虽然最后募得高额捐款 但妻子还是在一年后不幸离世 结果妻子刚离世不久 林子博就带着一对儿女移民到了英国 此次移民也是受到了不少非议 很多人问为她就是募集到的钱财去国外生活 但是到了英国之后的林子博 显然生活的要比她想象中困难的多 移民后的她没有工作也只能租房子 但租到的房子不但房租高岸 设施和缺陷也非常多 反馈之后也得不到解决 不仅住宿生活得不到解决 就连孩子上学也是个麻烦事 她本意是想让孩子来到英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结果失业的她根本没办法替孩子找到可以上的学 看来移民这种事并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尤其是对于根本没有积蓄的林子博来说 后来林子博也是费尽心思搬了两个地方 最终找到了性价比较高的三房公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林子博的两个孩子没多久又发烧就医 都知道国外的私人诊所比较贵 所以她自己去超市买了药和检测包 以防孩子中招实在太心酸 第六位 林克林 林克林曾经因为长相有些和谢震锋相像而走红网络 在香港当了一阵网红上了不少的节目 如今她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自己的现状 选择到英国发展生活 但到了之后却表示生活好难 首先就是吃的食物定价都很高昂 物价几乎是香港的三倍 她孤身一人在外也没有其他人的帮助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就是在餐馆端盘子跑腿 要知道林克林可是守卫文凭的硕士生 在国内好歹也可以找份正经工作 结果去到了国外就只能勉强度日 实际上在移民英国之前 林克林曾经在内地居住过几个月 并在上海 北京 西藏等多地旅游顺便找工作 但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好的机会 虽说在英国的生活不容易 但林克林却颇为享受 她有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经常在大街上和英国人对话 还在伦敦酒吧遇到亚裔女生 日常生活很是丰富 第七位 许少雄 提起许少雄大家估计都不会陌生 没错就是我们的欢喜哥 她在《使徒行者》里面的表现可谓是十分亮眼 不过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许少雄 也已经慢下了工作的脚步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妻女的身上 这部前一阵子就为妻女在新加坡购入豪宅 不过许少雄的妻子本身就是新加坡人 夫妻两人长期也是两地分居生活 不过现在随着许少雄的年纪真大 显然她已经不想在两地跑 在新加坡本来就产业不少的她 又购入大豪宅 还坦言道 自己每次回去都不想走 宠爱女儿的许少雄 还准备次聚之为女儿在新加坡开设甜品店 仅仅因为女儿喜欢 如今妻子和女儿都在新加坡 许少雄拥有着新加坡的长久居住权 看来以后的许少雄也将会在新加坡养老了 第八位吴代荣 同样选择移民到加拿大的吴代荣 吴代荣曾因为出演花无缺而走红 如今已经60多岁的她 也选择到新加坡去养老定居 但其实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去新加坡 早在她年轻时就在新加坡的酒吧打工 还曾经被新加坡的电视台挖掘演戏 吴代荣之所以选择去新加坡 其实是为了自己儿子事业的发展 儿子毕业后一直在新加坡发展 如今已经漫入老年的吴代荣 也选择和儿子住在一起 毕竟回新加坡对于吴代荣来说 再简单不过 不过吴代荣也表示自己会继续拍戏 只不过拍戏结束后就回新加坡 但吴代荣过去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基本都没有返回新加坡生活 应该说是不敢返回新加坡生活 不是因为害怕疫情 而是害怕被隔离 所以一家人都随着她在海外漂流 而这一年来她不是在内地拍戏 就是在香港拍戏 前后已经经历了六次隔离生活 如果以一次14天的隔离期计算 仅仅是隔离生活就过了84日 也正是如此 如今在香港拍戏的她坦言 因为害怕隔离想而安定 所以2022年将携旗再度移居内地生活 年后就会北上接受隔离 这一次至少要在内地停留9个月以上 而妻子中书惠将会全程陪伴 第九位夏宇 入行多年的夏宇 参演过无数新电影视剧 甚至拿过TVB视地的奖项 不过她现在已经减产了 也很少出席公开活动 前几天老矽谷夏宇 更新了个人社交账号的动态 曝光了自己的近况 她对着镜头展示手中的海味 笑容相当灿烂 看得出来小日子过得很不错 夏宇很多年没拍戏了 最近她尝试当网红 日前她对着摄影师来到一家奶茶店 随即在吧台上拿起一杯珍珠奶茶介绍 她说店铺生意很好 经常要排队 她认识老板不仅不要钱 还有广告费收 之后她喝了一口奶茶 并竖起大拇指 事实上这家店不在国内 而是在国外 夏宇已经移居国外了 早在90年代 夏宇便带着妻子和三名子女移居国外 不过她放不下演艺事业 过了几年后一个人回港拍戏 多年来她经常在两地奔波 与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 自从2019年为TVB拍摄完电视剧解决事后 她就再没接心戏了 出国陪伴家人 前年她去探望了同样在当地生活的高雄和马宗德 众人在花园里拍了一张有趣的合影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下转了一张一张